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是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44集的播出 今天又加了一点灯光 让这个看起来比较再亮一点 那这个节目一开始呢 想为大家播放的是 地母菩萨的心咒 我们的地母菩萨呢 师尊传啊 大地之母管所有的财神 我们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请地母菩萨放光铸造所有的众生 得到一切的福分 贼扶妈妈 把你进步去 贼托妈妈 把你进步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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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著呢 为大家做这个直播的把它转贴分享到其他的社团 让其他的社团能够直接同步的来观看我们的读书会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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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師尊文集放光彩 禪音飄逸清風韻 深入法藏明真理 千里善緣須珍惜 呼喚師佛我愛你 永住世間度迷其營 這是上一集的留言 梅田師姐也是請博注視 我們的讀書會的同盟 對師尊的信心還有意念 真的是非常的強烈 梅蓮說意念師尊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隔離 不管在任何何時何地 無論是一經一中或是師尊的經距開示 以師尊師具改變了佛歌 任何媒介上師尊的慈悲容顏及笑臉 只要一心意念我們的師佛 就能夠實時的跟師尊同在 DBNG說祈願師尊長度世間 還有俊雄也是請佛注視 陳玉雲說地藏菩薩羅天大教的祕法超度力非常的殊盛 米亞利說如果能夠參與地藏菩薩的羅天大教 祝其功德主報名超度力 在祖先的祖先都可以超升 那Kenny說可以透過網路直播看見 師尊即使不是臨場看到的也是非常的開心 還有玉雲說哪怕只能遠距離的看到的師尊 內心都是充滿著澎湃 Dai Tien說多看師尊文及看師尊的法語開示 就是最好的加持 這就是愛師尊 不用刻意要求跟師尊拍照 讓師尊能夠好好的用餐休息 八九帝王蟹 慧芳師姐也在現場對不對 你上一集留言說我們可以近距離看到師尊 都感到滿足 這個就是弟子對師父的信心 所以呢 師父不是一天到晚出現在你的面前 而是你的心 常常把師尊的心也搬到你的家 我們有個人說他要搬家 他說那師尊問說搬到哪裡 說我要搬到師尊的心裡 對不對 那你們也把師尊那個搬到你的心裡 你搬到師尊的心裡 還有一個Litha Jane說 超度一定要有功力 否則超度到超度就一半 師尊的超度功力很夠 上一集我們講到羅天大教的法 然後這個同樣的留言非常的多 最近都在討論那個羅天大教的 那先跟大家問候 這裡是連身我佛文集網路直播讀書會 今天是第244集的播出 怎麼那麼快又到晚上了 大家都陸續的報到 異星 異星說終於可以休息了 你們有沒有看今天晚上的燈光 又稍微亮了一點 因為我又找了一個 那天我沒有空安裝 昨天覺得說還是在把這顆大的燈 這是我家的燈又把它帶過來 再安裝一下 背景稍微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好像不是在黑暗中 這個敬請大家包含 那天剛好坐高鐵 你跟師尊我們同一個車廂 黃雨璇 雨昕玉雲 還不錯 這樣也不會太亮 李沛山 還有玉宅 Kissie Ann 還有飛郵郭 紛紛賣一杯 本邦彈 林玉家 紛紛中午 Sawelno 六 紅狗 紅狗 Sherry Tichandra 那一帳 與美春 Dollastan Lisa Lin 黃英中 會叫過 Queenie 去亞方 Diamond 李梅蕭 Arientan Sherry Tichandra 感謝師尊的加持保佑監 去醫院回診 摔症的地方骨頭沒有問題 太棒了 健康很重要 李梅蕭 王國會 Sam Lee 金銘袋 水蓮 花太郎 蓮花筋 Handy Vijaya Kissie Ann 芳蕭 英蛋 郭君亦 哈 甘 幼 葉佩 YIKI FAN 還有Kissie 你問說上師心咒 翁咕嚕 蓮森 蓮森 為什麼有中文 密咒 第一個 我們這個 翁咕嚕 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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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筒子 心咒 是上師心咒 是我們根本傳承上師所傳的 在密教裡面 密教的弟子 你問皇教 紅教 花教 白教 還是呱呱呱教 他們都是把根本上師當成是佛 你說那個佛法神三宝對不對 有三歸一 前教三歸一 歸佛 歸法 歸生 但是在密教任何的密教呢 還有一個第一個歸一的呢 在佛之前是歸一自己的根本上師 甚至於呢 以前密教的那個祖師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那個誰啊 有一個徒弟 然後呢看到洗金剛 他就禮拜洗金剛 結果呢 這個洗金剛就收進去什麼 師父的心裡面 嘿嘿嘿 表示說這個洗金剛的佛菩薩 祖尊是由師父所 師父所 這個傳授所用出來的 所以密教裡面呢 在顯教 他們禮拜師父是禮拜坦誠 他不直接禮拜人 在密教不一樣 是禮拜傳法的根本上師 所以呢 你如果想了解密宗 你要知道那個密宗的理去是這樣子 那師父所傳的咒 是什麼咒 就完全都沒有懷疑 他如果跟你講中文的 你就是跟著師父念中文的 像那個我們有咒啊 有個咒叫明咒 以佛菩薩的名啊 像王金母釋迪奉 對不對 有加一個金母啊 你怎麼翻譯成梵文 可是就是有人念了金母釋迪奉 就是有感應的對不對 以前還有王釋迪奉 那這個都是明咒 以佛菩薩的名來 來做的 所以你問說 王釋迪奉 為什麼是中文的對不對 這個是師父所傳的 還有有一些咒啊 那個我們同盟有跟你留言嘛 像日本那個日聯正宗的對不對 Nammoholemmyokyo 他們也是直接念 Nammo妙法蓮華經啊對不對 又誰去翻譯成梵文對不對 所以我們密教是 以根本上是師父所傳的 而且我們的感應非常的多 大概明天還是後天會貼出來 光是我們五百萬弟子 光是我們讀書會 就有一大串地子都夢見師尊的 夢到我們的師父 而且有的直接夢是還治病還感應的 給你做參考 有些東西是沒有辦法用科學來解釋的 那是因為要跟你解釋這個 所以之前的那個留言 又有些同盟報道 又被壓上去了 那我在看還有誰 黃志雲、吳秀吉、王國慧、愛婷、Kim King、王寧彥 已經說對了 老爸的大腸腫瘤是胸肉 他長滿了整個大腸 老爸很幸運 只花兩百塊健保費做個小手術 就好了 明楊麗、徐威宗、SK、彭徐 還有Tressy Leong、Carol Hesh 紀真、Lotus Joy、Jimmy Joe、林隆 柏瑞、薯瑞、薯瑞、薯瑞、張妙柔、李金淑 林明翁、Lisa Joan、薛亞芳、Karen 薯瑞、其他都念過了 陳香梅、Karen、黃靖怡、上師 上師好、師父好 每天念上師心都乾黃心 感恩師尊加持、請我注釋 謝謝 還有吳當、王志雲、吳秀吉 都念過了 現在已經一下子就八十幾個了 那個就是我們在密教的禮趣 你說密宗 為什麼我把自己的師父放在這個照片 對不對 甚至於你如果看到我們密教的談成 我現在是在跟那個還沒有歸一的一個朋友講 他在線上 你看有人也是把達賴喇媽的照片 等於他的根本上是放在談成上 當佛在禮拜 在密教裡是以根本上師為佛 所有的成就都是來自於自己的師父 這一個是完全是密教的禮趣 你可以去看密教的經典 你可以去看密教的經典 好,王立義 好,那這個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虛空無便義 也跟大家抱歉 虛空無便義 虛空嘛 無是那個無論如何的無 便是改變的便 義是那個榮義的義 我之前寫成奇異國的義 書的名字 結果被一個羅師兄發現了 昨天晚上把那個每一個把它改正了 所以那個書名也不能錯 這個是我的師父跟大家抱歉 已經說沒關係 這個對想真的要歸真魔中的 這個歸要說清楚 林立元說 請問上師 我們都強調沒有經過師尊灌頂的法 走不能遲不能修 但是請教上師 在吃飯的時候 用餐的時候 遲 文書師父在文書上超度 沒有灌頂過不能修遲 那你就寫信來 你可以先修遲 然後寫信一起搖灌 寫信求搖灌就可以了 每次台雷法會後過灌頂番 是否能加灌頂這個法 方便大家修遲 你去跟台灣雷障師問一下 因為四月份 你無論是哪一天灌那個法 總是有一堆人還是沒有灌這個法 你可以跟台灣雷障師建議 媽結尼媽、王立玉 總算改善了 Karen Lowe、林文祥、媽結尼媽 媽結尼媽也寫了 寶妹、劉修宇、胡林峰、君高翁 那這篇文章叫做去看病人 在那個佛教裡面有八大福田 八大福田的第一大福田是什麼 對不對? 像我們出家人 穿的那個鐵灰色的P衣 對不對? 叫做福田衣 就是說出家人 他出家修行 他就是人天的福田 他過著清淨自修的生活 他就是一種福田的 得到人天福報的人 但是在佛陀時代裡面 有講到八大福田 第一個福田是什麼? 福分的福 田野山川的田 福田就是 第一大福田就是去看病人 所以受菩薩戒的 如果你有受過菩薩戒的人 只要你的附近 聽說有人生病了 你就應該要去看 這個是戒律 在忙的話 也用訊息 問候或者用電話 跟那個病人 沒辦法接電話 就跟親人問候致意 這個是菩薩為了這個悲眾生苦的精神 去看病人 師尊是在2017年的11月21日晚上 搭高鐵 然後去台北 到士林的星光醫院 去看一位中風的病人 那11月那個時候 我也在醫院 我還沒有揮隊 但是師尊沒有來看我 他看另外一個 我不用看了 我不用再讓師父擔心 因為師尊已經加持我很多了 那師尊呢 是看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是看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那師尊呢 是看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你對不對 這個問題 為什麼把師尊的法相 師尊的法相放在盘城 現在你會回答了 在密教都是以根本傳人上師為佛 對不對 這是密教的理術 這密教的理去 密教本來就是這樣子修的 因為一切的法 來自根本上師 根本上師是佛法身的代表 包括你請地母請不到 我們剛不是唱地母請不到 我們請地母請不到 怎麼辦 恩 古魯連身西地奉 其請連身活佛次令 師尊 招請以師尊的功德來奉請地母 師尊下降 你都會這樣祈禱的 因為師尊 他的心胸走出來萬法 根本上是走出來佛法身萬法 師尊是十方三世一切佛萬德交歸 師尊就是我們的坦承 師尊就是我們的淨土 師尊就是代表我們的空性 我們的依歸 在密教裡的弟子都是這樣寫的 玉芬宣央晃 羅力華 非君 黃雨前挖斷 泰哥露特斯 是蓮花老虎 胡家寶 郭愛白上師晚上好 母親終於在凌晨3點42分往生 阿彌陀佛 那等一下我們在唱阿彌陀佛的時候 我們大家跟你一起來回向你母親好不好 郭愛白的母親 還有幽舊、風風、冥陽立 生活中跟其他密教派系不同的地方 根本上是能夠對全世界弟子 加持法流及冠定 我很多弟子都感應了 郭永柳、Kristin Go 我今天早上我也是夢到師尊 師尊用頭加持我的頭 會宜也來了 江未鳳、不以我獎 所以師尊呢 他雖然已經成就了 可是他還是有行菩薩道 看到有弟子生病了 師尊在特殊的姻緣 他也是會去探視弟子 師尊還親自探視誰 像法祭堂 對不對 那個聯武法師 他上次撞到面目全非 然後冰到坐輪椅 那師尊師母、侍者團 特別坐高鐵也是去探望他 那在一篇文章 師尊是去探望其中另外一位弟子 這個弟子是中風的病人 他眼睛只能微微的張開 其他都不能動 但是那個眼睛都完全沒有神 也不能夠認人 眼睛也不能夠看 耳朵不能夠聽 鼻舌身意 所以一切都在夢幻之中 沒有任何表情 那他已經中風到自己 變成一個職務人了 那師尊為這個弟子 特別用光韻千世法來加持 所謂光韻千世法 是什麼呢 是我們密教裡的一個獨特的密法 他運本尊或者金剛護法 在自己的食指 種子字 將師尊為俗罵 師尊的媽媽 臨終的時候做光韻千世法 就是提醒誰 大威德金剛的種子字 藍色種子字 運在手上 然後開天門 避地戶 塞門 人道 主軌路 把你的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喉倫 心倫 脊倫 然後那個密輪兩個孔竅 用犯字 用自己相應的這個主尊的字 把它封起來 然後剩下頭頂要不要封 不要封 因為封了之後 元神就走不出去 嘿嘿嘿嘿嘿 對不對 對 遲得講說 那個元神十二 那個根據自己的因緣 對不對 從眼睛出去就變魚 從耳朵出去就變苗 對不對 從哪裡出去就變成什麼 六道輪迴 那所以呢 他就封這些孔竅 只剩下定竅不能封 那這個法呢 是要本尊法相應 所以如果有人說要跟你封 你問他 釋迦行有沒有相應 上司有沒有相應 本尊法有沒有相應 如果沒有相應 不要亂封 會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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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加上去 反正就是說 他要有一定的正量 所以釋尊的 為這一位病患來加持 用光韻牽視法來封他的孔竅 只留頭部的 因為他是已經變成植物人了 同時呢 師尊也感嘆什麼 人生太無常了 之前還看到這個病人 是活蹦亂跳的 他是很有智慧 那他的文章 也曾經登在師尊的書裡面 他是宗派裡面很重要的 很偉大的義工 但是呢 卻在一刹那之間變成植物人 這個人如何自主呢 如何自治 什麼是自信 師尊心中 生起了無限的感嘆 與真愛惜 愛惜這個弟子 鄭苑鳳、美青 Cate Flaw、阿燕 阿燕上來了 還有Angel Fong Angel Fong的字也很漂亮 廖俊宇、David Lotus 薪格林、梅月、Renny 差一點暗道關掉 Juan Lowe、箴鵬貴 還有顏秀、David Lotus Juan Lowe、Bethysi、阿龍 好多都新的名字 Juan Lowe、箴鵬貴、顏秀、David Lotus 亮亮不知道有沒有想到師尊 你先想到師尊就好了 你在觀想亮亮的頭上有師尊 Who you Lotus 慧儀說上師夢見自己像小孩 我們一樣得到頭加持 不知道師尊叫什麼頭 Jong Kim Jong、Francis Lin 就是素人助教 說哇,講得真好 師尊就是我們的坦承、我們的淨土 對,因為我們求佛、求菩薩 不一定能夠相應 但是師尊是跟我們最接近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告訴他們 一些同盟 你們沒有坦承怎麼辦 你就把燃燈雜誌供在坦承 沒有師尊的法相 燃燈雜誌每個頭都師尊很大 你至少觀想人家的身體 臉很清楚 今天的那個蘋果日報又登 登我們師尊 你們有沒有看到 相片美美的很大張 至少你要觀想得很清楚 師尊就是我們的坦承 尤其是師尊的身體裡面 很多佛、菩薩、護法、空行、諸尊 都在我們師尊的身體裡面 那也就把師尊當成我們的淨土 沒有錯 君、君、忠 上師念我的名字 清聰幸福收到上師的加持 師尊加持你了 余師姐還有卓美麗、劉雲蘭、米亞 米亞你今天晚上沒有來 師尊問你 說米亞為什麼沒有來 畢方說你沒有搭上飛機 秋加布還有陳喬峰 羅利華說很喜歡聽師尊講笑話 彭玉鳳 對不對 還有以及說可是植物人 真的就沒辦法觀想他們 就一直躺在床上嗎 我告訴你 為了要講今天的這一篇文章 中午我就請問師尊了 我說師尊今天晚上 我要跟大家報告這篇文章 那有疑問請師尊解答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喔 梅田說今天凌晨念夢到師尊 昨天傍晚在飛機上閱讀二六四虛空無便意 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凌晨師尊入夢 叫你拿出文集一的問 你哪裡不懂的地方對不對 哇師尊就跟你解釋疑過 好棒喔 蓮景法師生理羅利華 我們自己就是坦誠 對不對 還有師尊曾經講在那個叫智慧的光環 然後講到什麼 什麼叫翁咕嚕連身是理喉 這個 不是 講我師尊為什麼似我的法名叫蓮花 對不對 蓮花慧君 還是蓮叉蓮景 蓮花叉叉 蓮叉 這蓮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代表出污你而不然 然後代表淨土 你將來要去往生的淨土 你知道嗎 所以你相信的淨土就在你眼前 你都不相信喔 你就去找你的淨土 嘿嘿嘿嘿嘿 好 那麼呢 再講回說師尊去看這個病人 就有人問問師尊說 如師尊病人的定義是什麼 師尊講在正常的範圍之外 你的血壓正常大概120 但是你跳到140 160 180 越來越超越高 到最後呢 爆炸了中風 對不對 所以超越在正常之外 對不對 病人 那這個 那地址又問 那在正常範圍之內的 就不是病人嗎 啊 你這樣問的話呢 師尊就回答 誰不是病人 誰不是病人 問的人也是病人 那前面呢 第一個問題呢 在正常範圍之外 講的是生理 我們的身體的生理方面 那在正常的範圍之內 就不是病人 這講我們的心靈方面 對不對 我們的心靈多多少少 都有吸氣啊 都有貪疹吃啊 都有執著 那個也是病人 所以師尊呢 你看你的佛法 怎麼回答都是圓滿的 然後呢 弟子又問植物人有沒有佛性 哇這個很絕 植物人有沒有佛性 然後師尊講 但得本 沒愁 只要你知道佛性 你只要知道根本 你就不要擔心其他的東西 所以呢 像連登上師 他已經是個病人了 但是他為什麼不擔心 他為什麼能夠安心靜坐 甚至身上插了很多管子 他還能夠在床上靜坐呢 因為他懂得佛性 他明白自己就是一尊佛 對不對 但得本 你只要懂得自己的根本 心的根本 佛性的根本 對不對 其他身體那個已經不是問題了 來回答這個 這個 來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但得本 但是的但 得到的得 根本的本 但得本 然後磨 磨 磨形啊 那個磨形的磨 沙磨的磨少三點水 或者磨形的磨少 一個磨 磨 磨然後稠 憂稠的稠 磨是粉磨的磨 就是你只得到真心的 那你這肉體 這些知微的你就不要擔心了 所以呢 你無論你是 這個身體是殘缺的 是這個生理病的還是什麼病的 但是呢 你想想看連登上師 醫生講說他只有幾個月才 幾個月就會走了 但是呢 他居然可以活到三年還是五年 因為他明白根本 明白說自己就是佛 跟身體沒有關係 放心 安然修行 然後呢 願意去承擔病業 我們曾經在吉隆坡 有個同門啊 他告訴我說 上師我很精進修華 為什麼我的膝蓋會痛 我的膝蓋會痛 我念了什麼經 念了什麼做 為什麼膝蓋會痛 我的腳會痛 痛得好累喔 好辛苦喔 那他就這樣子 那 我們也是用佛理跟他開戒 對不對 那有一天他突然想通了 他說 原來這些都是他的病業 他的生病的業障 他的業障 但是與佛性不相干 佛性永遠橫在 佛性之光永遠照耀 但因為業障 他還是要去承擔 他承認自己有病業 自從他了解 然後承認自己有病業 那病業就隨他的業了 也不用去懊悔 也不用擔心 也不用懊惱 那病業就隨便業 他自從他明白了這個之後 他一念經念之後 那個膝蓋痛居然好了 就是有這樣子的 他很高興華來跟我講 我說很好 本來就是這樣的 所以人不要去抗拒 不要去婉拒 當你逆緣來的時候 不順的事情來的時候 考驗來的時候 你要想想看 你不要 你不要講說自己沒有錯 這個是我天底下 打登龍頭找不到的好人 為什麼會有這種業障 你去抗拒 你去煩惱 你就蒙蔽了自己的一顆真心 其實跟佛性沒有關係 業障歸業障 佛性歸佛性 兩者不相干 你的心專注於佛性 然後當然業障在痛的時候 最近有人告訴我說 比如說癌症末期 真的是受不了 就真的是要打麻啡 打止痛的 打症痛的 還是要繼續休息 對不對 不要擔心這個身體 因為你擔心這個身體 也是沒用 醫生已經講 醫生已經講沒有用了 只是延長這個壽命而已 可是還在擔心的時候 如何把它放下 然後跟隨佛號佛光去呢 所以在活著的時候 你就要去明白這個 但得本末求末 好我們來看同門的留言 羅力華說人的考驗 要先學會接納 沒有錯 歐大夫 還有 這寫得很長 這誰 歸醫師 尊師一大部分 你的長子養了14年的狗 在3月31日 忽然間無疾而終 他師父知道了 被擋住了 知道的 然後行出後援 我曾為他自己躺在往生的 像睡覺一樣 以前長子曾經跟你住在一起 然後你修法 那這個狗也會在你身邊 你為他唸四國儀 唸奏給他回鄉 伊莱龍 蔡翠西 John Wei 還有陳寧珍 顏麗珍 還有Jessica 來印 伊莱龍 安娜 李佩華 上完讀書會 往北投洗溫泉 不錯 就了謝 問候法師吉祥 陳奕宏 周美麗 還有誰發雄 王廉珍 蘇子晴 李豬 還有羅勒 羅勒 羅勒 是不是今天晚餐 大觀堂的同門 郭竹庚 還有周敏 金雄 梁索瓦 年輕法師 甘豐麗 江佑 王慧 上師我必須看重播 因為你姐姐得了感冒 很嚴重 你必須強迫 一起念聚藏經 現在就去了 幫助家子的姐姐很好 還有郭愛白 祈求先母離 雅香 往生佛果 大家等一下一起回向 江佛基 基基 小姐姐 廖金禪 以其說沒有錯 如果你腫瘤拿掉 用腹腔劲的時候 肩頸會痛 真的受不了 如果是惡性腫瘤 真的是更痛 所以健康也是很重要 還有陳怡雲 還有陳怡雲 好多文后 已經超過一百個 再來趕快跟大家講 弟子在問植物人 可以修行嗎 他已經昏迷了 眼睛已經翻白眼了 這樣子的人可以修行嗎 師尊答 修夢修幻 就是在這個時候 修夢 就是世間如夢 自己的身體是虛幻的 這個時候來修正好 意思是這樣 那弟子又問 植物人能夠得到果位嗎 那這樣子修 能夠得到果位嗎 師尊講 翁阿翁的翁字了得 翁的代表是法身佛 阿翅報宣佛 後來是應宣佛 師尊講 翁字了得 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這什麼意思 那弟子問說 師尊那這樣我不會 師尊講 以虛空還虛空 那你這個人是從哪裡來 對不對 我們在綠杜摩法會 師尊問那個土燈 那個土燈小活摩 人從哪裡來 師尊也講到原人論 佛經的原人論 有講到說以前人是從色界 惡禪貼 光陰貼 飛下來 看到地球 食物很好 越吃 然後越胖 重很重 飛不上去 後來留在地球的光陰貼 那人從哪裡來 基督教講上帝創造人類 還有人從哪裡來 師尊講上主的遊戲 上主是誰 上面的上主人的主 上主是誰 就是佛性 從佛性而來 好 那所以呢 那從什麼來 就回到什麼去 所以呢 植物人能不能得果 為師尊講 翁阿翁的翁字了得 弟子講不會 師尊講說 那從哪裡來 就回到哪裡去 人從虛空來 就回到虛空去 人從天來 就回到天去 好 那 弟子問 植物人如何自主 師尊講他沒有善沒有惡 那弟子問 植物人如何自治 自己控制的治 自治 師尊講 直直去 那弟子問 如何是植物人的自信 自本性 師尊講 沒有自信就是自信 然後弟子在問 植物人未來 往生到哪裡去 師尊講 但問夜多少 還是要依照他的因果 夜報而去 那關於植物人 到底能不能自主 能不能自主往生呢 今天中午 終於請問到師尊了 師尊講 植物人雖然身體不能夠動 可是他的神事還是知道 這個是師尊 今天中午 我請示師尊的師尊講 他的神事還是知道 所以呢 師尊講說 應該要跟這個植物的人講說 你現在呢 這個身體已經壞了 那如果他要往生了 你快要走了 那你要觀想什麼 自己的身體變成 嗡阿哄的哄字 然後呢 觀想虛空中有阿字 對不對 他雖然身體不能動 意識還是可以想 對不對 觀想身體是哄字 那虛空中本身是阿字 阿哄阿哄 那阿把那個哄的那個圈圈把他勾上去 所以不是就是直直去嗎 沒有善沒有惡 也不會造業 也不要管什麼自信 佛信 都不用去管 就直直 嗡阿哄阿哄直直去 就是這樣 我說師尊 那這個就是等於 中英文教得度密法 神所對 就是呢 在耳提面命 在耳朵邊 那個呼喚植物人 告訴他 應該要怎麼去觀想 所以他魂世 神世還在 所以家人或者呢 前來的那個弘法人員 上司要跟他講 因為雖然不能講話 但是他的神世還在 那他要想他自己的 那個本尊 或者根本上司 這是師尊今天總的回答 你們滿意嗎 高興嗎 給師尊按讚 終於真相大白對不對 所以最後師尊講說 坦白講 他當他看到那個植物人 植物的病人 他茫茫然 師尊也茫茫然 自己也迷糊起來 那他的昏迷指數是三以下 一切飄飄渺渺 像吹煙一切任風吹 不過呢 有師尊的加持力 所以能夠得到師尊的加持力 還有植物人本身 你不要把他看成死的 他的神世還在 他聽的還在 所以呢 有的人對著植物人 必命含 必命跟他講話 那一般的那種家庭 倫理的對不對 會呼喚對不對 但是呢 不如說我們跟他講佛理 給他提醒 叫他觀想 他還是可以 而且呢 根據西藏杜王經 那個靈中的人的中音 他耳朵的聽聞的能力 是人間的六倍七倍 表示呢 掉了一個小小的聲音 他聽了 蹦 你哭 他聽是打雷 哇 那聲音是比一般人還要想 所以你跟他講話 你跟他引導 講善的 然後 觀想阿厚 觀想師尊放光 他的聽到的聲音 是比別人還要敏銳 好 玉雲你配話 厚可以寫給我嗎 我怕寫錯 我這樣子畫 你看得懂嗎 誰懂的話貼上來 一個口在一個牛 那你去找那個泛字 去找泛字好了 陳妖慈 美娜沙烏 吉祥音 吃這回答讚對不對 笑容風 麻雀媽 爺娜 爺娜 朱家瀉 莉莉獸 黃如萱 黃如萱 說 讀書會集結世界各地的同盟 凝聚在一起 感覺發起充滿 感謝你喔 已經屬植物人的重要器官 雖然失去功能 但是意識依然存在 所以等於佛法很慈悲 對什麼樣的眾生都不能夠放棄 麥可樂 還有Lotus Wong 還有Ruby Juan Huai Gi I like to hear Ren And see I am Ren Wa Gi Singapore West Side OK Nice to see you 來自新加坡的 從哪裡來就從哪裡去 成真Ruby Love 好 這個就是今天呢 跟大家分析的去看病人 所以 你們去看病人 你也不要一下子 你要看他執著什麼 去看病人 不要大聲笑 哈 很開心 他很難過 他聽說那個什麼 有一個腦筋集中 完了 說你最近有什麼傷心事 講出來 我們大家笑 嘿嘿嘿 今天看到的 不能太開心 你要沉默 然後要很寂靜 但是也不要太悲傷 你要了解對方的需要 看病人其實是很好的 要同理心去看 好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師尊的詩 安住就是幸福 平安的安 住宅的住 安住就是幸福 台灣呢 有一種殺蟲義 殺蟻子的叫必安住 因為蟻子殺了 你就可以睡覺 叫必安住 但是在這裡 這首詩 是讓我們的心安住 安住呢 居然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念給大家聽 人們對未來的生涯 追尋著什麼 想一想 其實是安住 一個家庭接納了我 一個道場接納了我們 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心 能不能安住 在那隱密的處所 隔絕了外界的鬼隱床床 我們知愛的共修 傳來送咒的讚歌 安住就是幸福 心連著心 手 直著手 這個詩很短 讓我們能夠把心 能夠找到自己的幸福 是最重要的 熱到流汗 那這個詩的意思 簡單跟大家報告 人們呢 對未來的生涯 我們在追尋什麼 賺錢追尋名位追尋成功 對不對 人們對未來的生涯 追尋著什麼 想一想 追到後來 其實是兩個字 安住 尤其是你 將來我們每個人 都要跟這世界 say goodbye 告別 對不對 那個安住更重要 要安住在佛號 聖號 密咒 安住在佛光 安住在佛的加持 所以你活著的時候 就要學習安住 所以想想其實還是安住 那你想想看一個家庭接納了我 你在你的家怎麼樣 對不對 一個道場接納了我們 對不對 我們參加同修 道場歡迎我們 道場接納了我們 最主要是這個心能不能安住 你在家庭能不能安住 你在道場能不能安住 在那隱密的處所 就是非常的不是很出名 然後在很偏僻的地方 在那隱密的處所 隔絕了外界的鬼隱闖闖 所以那個道場可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 與世隔絕對不對 外界的那些財色名路 就像鬼一樣 鬼頂床床 我們至愛的共修 那在這個偏僻的地方一起同修 傳來宋咒的戰歌 在念咒 所以有一個人 有一個阿飄他死了 死的時候他突然想起 以世尊講 忠因生已處之地 忠因生死了 應該要去什麼地方 去真活中道場 他都去了 那去的時候 大家 剛開始 金剛神擋住在他的門口 說來者何人 你閨於誰 誰教你法 那個叫我 叫蓮花叉叉 我閨於蓮身活婆 蓮身活婆是我的師父 護法神 很好自己人 放他進來 對不對 他進來之後 很多弟子在唐童修念 上師行咒 蓄框床 蓮花叉叉盒 大尊下降了 然後這個阿飄 就跟著蓮花叉叉就進去了 接迎 對不對 所以活著的時候 就常去分堂參加同修 讓你那個道場的金剛神 看看你來參加同修 是熟客 就讓你進來 跟著這個 大家同修念咒去走 上去 你不要說 只有上師 法師 祖壇的才有佛光 不是這樣子 是有信心的人 一起念 都有佛光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 在那隱密的處所 隔絕了外界的鬼影闖闖 我們摯愛的同修 大家一起同修 傳來送咒的讚歌 那在這個讚歌裡面 對不對 大家安住就是幸福 青年的心 大家心跟佛的心也連在一起 手拉手青年心 跟最後跟師尊 佛的心都連在一起 同門彼此的心也互相敬愛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安住的境界 對不對 對不對 非常好像 非常的平凡 可是呢 平凡中 有最不平凡的是 讓你能夠安住幸福 對不對 我們來念這首詩喔 來念一次 安住就是幸福 人們對未來的生涯追尋著什麼 想一想 其實是安住 一個家庭接納了我 一個道場接納了我們 最主要是心能不能安住 在那隱密的處所 隔絕了外界的鬼影床床 我們摯愛的共修 傳來送咒的讚歌 安住就是幸福 心連著心 手指著手 就是今天晚上要給大家的文章 還有詩 喜歡嗎 哇 Jennifer Wei Fung Lung Wong 還有Kathy Ling 已經說 所以只要把心 把它放在一個安靜的地方 就能夠住在一個地方 不需要再往外面去尋找其他的地方跟東西 對 很好 Ruby Lo 上世我爸爸上星期剛往生 奇怪的是 我們替他誦經兩天後 他頭髮全部變黑色 請問教老師 代表什麼 那個也是加持力 好 還有Jong Ju Min 哇 李愛傑助教 順境逆境都要安住 對很棒 Majerima 林詩明 哇 蘇貞家太遲進來 只能看這個明天看重播 最後還不念佛的 你今晚 還有蘇貞家沒關係 好 那還有其他同盟 萬一如果我沒有念到你們的名字 同樣是歡迎你們 節目最後我們來跟師尊一起唱 南無阿彌陀佛 也回向那個往生的同盟喔 來唱佛號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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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大家今天來參加讀書會 然後呢講到去看病人對不對 講到植物人 那也就是一個學佛的 學佛的修行人 要有一個菩薩的心 慈悲的心 對於任何的眾生 我們出了關懷 而且能夠引導他 將來能夠進入佛法 佛性的光明 還有呢 在這個詩裡面 安住就是幸福 當你學佛了 明白了 這世間上的一些 都是虛幻的 是一種考驗 是一種姻緣 你就心能夠安住在佛性 佛號裡面對不對 我們感謝師尊 寫這麼好的文章 美師尊救命 愛死了 Yappi Bli Bli 好 明天晚上同一時間 連生火火火 吳恩吉 網路直播讀書會 大家再見 謝謝你們喔 記得明天再來